进入第四步 算出抵免限额了 最后算真正实际 到底允许可以抵的境外税额 是抵多少 大方向 熟低原则 居民企业你在境外 实际负担的税额 小于这个抵免限额的 那你就据实抵免 什么意思 意味着境外少交税了 懂吗 比如拿我们的数来说 我们算出的抵免限额是100万 而你在境外实际交的税 只交了80万 这个时候就让你 把交过的80万先抵掉 但是抵了同时要补税的 要把少交的20万 你没达标啊 你应该交100万 你在境外实际才交了80 OK 先把境外交的80 如实可以抵掉了 避免重复 但是呢 你少交的20万 必须得补 要么就第二种 你境外交的税额 大于抵免限额了 这抵免限额是100万 你境外实际交的是120万 这时候意味着就多交税了 多交税了 看见了吗 多交怎么办 不能全抵 不能全抵 知道吗 没有补税的问题 因为你多交税了 所以不能全抵 只能抵到这个限额 抵到这100万 那超过这20万 怎么办 超出这20万 允许从下一年 给你五个纳税年度内 用每一年 拿抵免的限额 在抵去你当年 应抵的税额时候 如果出现有余额的 去进行抵补 这话我给大家翻译 就如果你这一年 不是多交了20万 不没有让你抵吗 只能抵到100万了 那你这20万 在后面的五年内 从哪补 从后面的五年中 如果一旦发生 需要补税的时候 发生了第一种情况 就是你巨石抵完之后 还需要补税的 你少交了 在以后的五年内 当发生了少交税 需要补税时 用补税的这个数额 去抵免 这个多交的20万 这就理解了 按理来说 你要没有这20万的话 你以后年度 如果还出现第一种情况 没达到应该交的数额 你不得需要补税吗 这是先别忙着补税 后面五年 只要是需要补税 是先拿补交这个税额 去出 你之前没抵完的这个数额 都充满之后 再考虑补税 所以那就意味着 在以后的五年内 五年内 当你出现 有没有完全抵完的 这部分税额 在以后的五年内 是先什么 先去冲 后考虑补 明白吗 先别忙着补税 先去冲你那个 没抵完的部分 先冲未抵完的 未抵完的税额 然后再考虑去补交税款 就这意思 好了 这就是熟低原则 第一步 第二 境外可抵的税额中 既有当年实际缴纳的 又有以前年度节转 没有预期可抵的 应该首先先抵免当年应纳的税额 有余额的再拿以前年度 节转下来的可抵免的税额 扔底不足的继续向以后年度 因为它有五年的限制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先抵 一定先抵 当年已经缴纳的 然后有余额的再把以前节转下来的 再接着抵 抵不完了 那就完了 你年年在境外交那个税额 都比我们国家的税法税率高 意味着你都多交 那么过了五年就没戏了 你乐意啊 谁让你把你企业设在 比我们国家税率高 你乐意多交税啊 多交就交吧 过了五年就没法再充了 就这意思 这就是第四步来算出实际底的 最后来计算 在抵完了境外以纳的税额之后 本年汇算清缴时 最后的汇算清缴 真正实际应该缴纳的税额 这不就跟来自于我们第四章讲完了 最后你汇算清缴时 一定是拿境内外整个的应纳税总额 减去你享受的减免抵免的优惠税额 再减去境外允许你可以抵免的税额 这个优惠的抵免税额 就是我们第四章讲的购买节能环保设备 你拿投资额的10% 直接去抵应纳税额 记得这优惠吗 然后再减去境外可以抵的那个税额 就是我们刚才 按照刚才我们所讲的 到底境外可以抵的税额 跟抵免限额来决定 到底应该抵多少 这就OK了 看好了吗 好 整个文字上的理解就全部完成了 所以涉及到计算题其实并不是很难 大家只要把原理清楚就可以了 来自于境内是个居民企业 你境内境外所得按理都交税 但是来自于境外所得已经在境外交了税的情况下 我们是可以允许你抵免的 但是在抵的时候呢 我们还要进一步看 你在境外交的那个税是属于你境外自己直接负担的税 还是属于你在境外间接负担的税 如果来自于你在境外自己直接负担的税 OK 你就可以直接抵 只有限额的限制 没有持股比例的限制 但如果来自于居民企业 你在境外间接负担的税 也就是从境外分得的古稀红利利 你间接负担的税额 这个能不能抵首先得判断 第一个你持股比例的符合要求 符合的情况下 你间接负担的税额才允许你抵 就是能抵的情况下 下一步要知道到底抵多少 必须按照你境外的所得 按我们国家的税法规定算出的那个税额 才是你应该抵的那个数额 你要没超出这个限额的 你就据实抵 但是少交的部分必须得补 你要撑出这个税额 应纳税额这标准了 意味着你境外负担的税额多交了 多交不能全抵 只能抵到这限额 撑出的部分以后慢慢五年内 慢慢去补底去 理论上的东西就这么多 所以难点都在来自于居民企业境外 你所间接负担的这个税额 它又有五层层数的限制 又有持股比例的限制 你必须都满足的情况下 来自于你境外间接负担的税才能让你抵 否则你只能是你境外直接负担的税 让你抵 间接的它就不让你抵了 就这意思 好把这原理看完了 我们拿一道题直接来感受一下 首先看关于直接抵的 我们主要计算题就考这直接抵的 居民企业22年来自于境内所得额200万 税前所得它直接给你了 所以你不用再还原 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就省略掉了 这叫来自于境内的所得 税前的25的法定税率 这个企业分别在A、B两个国家都设有分支机构 注意是分公司 不是子公司 是一个法人 所以它就直接抵 22年按照我们国家税法计算的 两国分支机构 应纳税所得额分别是50万、30万 看出来了吗 来自于境外的税前所得 第一步是让大家都给省略掉了 你不用还原 它直接就给你 税前所得是多少 按理说正常实际操作时 分回来一定是税后的 你得还原成税前的 这个它就给你了 已经分别在A国、B国 按照人家所在国的税法 已经算出缴纳了10万跟9万 看明白吗 等于这是境内的 是一家总公司 它的税前所得是200万 然后它在两个国家都设有分支机构 一个是A国、一个是B国 来自于A国 税前所得直接给大家了50万 来自于B国 税前所得30万 分别按照各个国家的税法的税率 算出来已经交了税了 在A国交了10万 在B国交了多少 9万 都已经纳税了 OK 这样请大家分析 该企业可以抵免的境外税额是多少 你境外实际交了10万跟9万 是否全都可以抵 到底能抵多少 我们不是全额抵免 我们是限额抵免 OK 清楚了吗 那我们下面方法一 采用分国不分项的方式来抵分国别 算A国的抵免限额 就拿A国的税前所得 乘以我们国家的法定税率 就直接按简化的公式算就行了 算B国的限额 就拿B国的税前所得 乘以我们的法定税率 算出来 这样的话 来自于A机构 实际在境外交的是10万 我们允许你可以抵免的是多少 12.5 这个扣除限额相当于是应该交的税额 应该交12.5万 可是你在A国实际只交了10万 这就意味着少交了吗 少交了2.5万的税 是不是 你没达到应该交的抵免限额 这样你如实抵就抵10万 但是要补这个2.5万 来自于B国呢 实际交了是9万 按照扣除限额 应交的税额是7.5 B国呢 是多交了 造成了多交 本来就交7万5就行 结果他实际在B国交了9万 多交了1万5 明白吗 好 由于你采用的叫分国别来进行抵免 所以两个不能加起来 这种情况下 超过的这1.5万 只能在以后的五个年度内 拿需要补税的时候 需要补的那个税额去抵 去冲去 这样的话 实际在国内应该交的所得税额出来了吗 先算出境内外整个的应纳税总额 境内外的应纳税总额算出来 这是来自于境内境外的 在减去境外实际已经缴纳的 你来自于A国 据实抵免 你来自于B国交了9万 不能够据实抵免 只能限额来抵免 看出来了吗 那就意味着分国别来抵的话 A国该补 补2.5万 补了吗 补了都在这了 A国50万 本应该交12.5万 结果减去你境外已经交的10万 补的那个2.5万就在这里了 来自于B国30万 本来应该交75.5就行了 结果你交了9万 也只能抵到7.5 多交那个1万 不能在本年度去抵 以后去抵去 是不是这样的 好了 最后实际应纳的税额 这样分国不分项 最后你实际交的税是52.5万 如果采用的是不分国不分项 把所有境外的都加起来 一共是A国B国的税前所得 直接乘以我们的法定税率 算出来是20万 把你A国B国所有交的税 加起来是19万 这样的话 小于这个扣除限额20万 这样的话等于没达到 意味着整个加起来之后 少交税了 这样你就可以全部能能抵免了 看成什么 全部抵免的同时 要补交多少 补交1万块钱的税 否则像刚才我们说的 你得补交多少 你得补交2万5的税 这里补交1万就行了 把那个B国多交的那个1万5 你充了 是不是这样的 好了 这就是全无 所以不管是分国不分项 还是不分国不分项 大家在算这个限额的时候 除非另有规定外 都是25 而且一旦选择这个抵免方式后 5年内是不能改变的 所以要从税收筹划这角度来讲 还是选这个不分国不分项 更合适 这样你国与国之间可以调节 不然你分国别就不能调 该补的补物 然后呢 少交的 那个少交的必须得补物 多交又不能让你全抵 你就亏了 好了 这就是第一个例题 叫直接 你来自于境外是分工资 这样的情况下 没有持股比例的要求 只有抵免限额的限制 所以这个抵免的限额 怎么来算 大家清楚 再来看一下 间接抵免法 就是2016年的真题 我们再来看 居民企业 假企业 在境外 有股权投资 这个持股的架构 就是这么一个架构 这是一家居民企业 来自于境外的 大家看 首先投资给A国的 一企业 50% 这一企业相当于是子公司 这就相当于是母公司 那么子公司 一企业又拿着钱 又投给了谁 B国的丙公司 也就是孙子公司 看好了吗 居民企业 母公司投给子 子又投给孙 这就两层 这是一层 这是第二层 所以很简单 最多考到三层 明白了啊 所以这就是一个逻辑结构 下面 2015年整个的经营状况如下 这个B国企业所得税的税率是30% 预体所得税的税率是12% 就这个最低这一层 孙子公司 孙子公司 大家看 B国的丙企业孙子公司 看好了 这个B国的企业啊 丙企业本身税前的所得 你看他直接就给你税前所得800万 然后他把税后的利润按持股比例进行了分配 第一句话清楚了吗 也就是从最底层开始 他的税前所得是800万 他自己该怎么交税怎么交税 交完了就向来自于A国的子公司进行了分配 股息红利就可以分配了 第一层 他的预体所得税在分配这个股息红利的时候 必须要代扣代缴啊 预体所得税的税率12% 都给大家了 这就是来自于第二层 孙子公司对子公司 他要分股息红利 他分的时候 他们国家的预体所得税税率 跟我们国家不一样 不是10% 是12% 这个清楚了 第一句没问题 第二 来自于A国 就是这个子公司的这家 这个国家 税率是20% 预体所得税的税率是10% 那么这个子公司的税前所得 直接给你了 是1000万 1000万 好 我们再回到这儿 来自于A国这个一企业 他的税前所得 不用大家去还原 是1000万 看明白吗 好 他呢 也要拿着这个钱 交完了所得税以后 再分给我们的居民企业 母公司 分红的时 也要预体所得税 分红时 那么A国的预体所得税税率 是10% 10% 好 一层一层 B 孙子公司 先要分给子公司 股息红利 子公司 也要分给母公司 股息红利 这个时候分红时 都必须要直接代扣代奖 预体所得税 对不对 好了 这两个条件 大家都看好了吗 好 紧接着 来自于丙企业的投资收益 是100万 给了 按照12% 已经被毕国 孙子公司 预体了12万元 这句话看好了吗 这就刚才说的 由于你是12 所以孙子公司 本年已经向自己的子公司 它的投资方 分配了100万 股息红利 所以在分给这子公司 100万的时候 按照12%的 预体所得税税率 已经代扣代缴了 12万的所得税 已经给大家了 这又一个条件 于企业在A国享受税收抵免后 实际缴纳的税款是180万 于企业就把全部的税后利润 也是按持股进行了分配 于企业也就是这个子公司 交了多少税 已经告诉大家了 已经实际缴纳了 实缴了180万的税 就是他自己的营业利润 已经交了180万 看好了吗 好了 这就是一个 看清楚了 我们把这个分析一下 看好了 抵免之后实际缴纳的180万 交完了税以后的税后利润 不就向居民企业母公司 进行了股息红利分配 第二点也看懂了 接着 居民企业再到最后低 直接的第一个了 适用我们国家的税率25% 来自于境内的税前所得是2400万 我们境内的居民企业税前是2400万 三个税前所得都给了吗 都给了 来自于居民企业税前2400万 来自于外国企业的子公司 税前所得1000万 来自于孙子公司的税前所得是800万 三个税前所得都给了 看好吗 以置条件都给了 不用大家去还原 下面要求 第一减数这个居民企业可以适用境外的税额 抵免的那个税额范围 这句话挺别扭 让大家问答题 问你可以抵免的来自于境外已经交的那个税额 允许可以抵免的那个税额 来自于境外可抵免的税额 税额它的范围 问答题就是问你居民企业来自于境外 可以抵免的那个税额范围 这个税额抵免的范围搭出来了 我们前面给大家说了 来自于境外居民企业 你自己直接缴纳的税 和来自于你在境外间接负担的税 都可以抵免 所以这道题考大家就第一点 来自于境外以纳的这个税额 包括你居民企业在境外自己直接负担的税 也包括来自于境外间接负担的税 原则上都可以抵 第一问咱们就回答了 这就是问答题 再看第二 判断这个丙企业也就是孙子公司 孙公司分回给这个居民企业 居民企业的投资收益 能否适用间接抵免优惠政策 并说明理由 这句话我要给大家翻译 就是判断母公司从孙子公司 这不是子公司吗 再从孙子公司 从孙子公司这儿所间接负担的税额 能否适免 你来自于子公司的没问题 来自于孙公司 这叫间接负担的税额 能不能够适免 看完了吧 这不就考大家符合不符合 持股比例的要求吗 所以对于间接负担的税额 能不能够抵一定是要看持股比例的 那我们这道题当中可以看出来 为什么不能抵 是因为居民企业 首先持有子公司50% 没问题 符合直接第一层持股 大于等于20%的要求 但是呢 当子公司再持有孙子公司 30%股份时 也符合单一的直接层 大于等于20% 没有问题 但是从第二层开始到下一层的时候 要么直接持股20% 要么间接持股之和20% 那么再来看 这个假企业 间接持有孙子公司 只有15%的股份 不符合直接持股比例 它没直接 它不存在 而间接持股呢 是50%的30% 它只达到15% 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再回头看这个题 居民企业 母公司 直接对秉公司 没有直接持股 完了 间接持股 50%的30% 只有15% 所以你直接持股 没有 不符合 你间接持股之和 也没达到20% 没息 尽管每一层 第一层 符合20%了 从第二层到下一层 也直接层达到20%了 但是最后 间接持股和直接持股 你哪一条都不具备 所以最后的结论是 母公司在孙子公司这儿 间接负担的税额 是不能抵的 那就意味着 母公司只能从子公司这儿 直接的和间接负担的 才能抵 来自于孙子公司的 没法抵了 是不是这样的 好了 这就问答题 考的大家就是一个 持股比例的要求 大家会了 这是第二 判断乙企业 也就是这个子公司 在分给居民企业 母公司 这个股息的时候 能否适用 抵免的这个优惠政策 当然可以了 为什么 因为直接持股 就达到20%了 第一个条件 就已经满足了 所以当然是用 间接抵免的政策 看成了吗 好 这是考大家持股比例 最后第四步 来算 关于子公司 在他整个的应纳税额中 到底这个母公司 从子公司这儿 间接负担的税额 间接负担的税额 到底是多少 应该是 子公司应纳的 自己实际缴纳的税额 实缴的税额 再加上被带扣带缴的 预体所得税额 是不是 然后按照持股比例 50% 这就是他从子公司这儿 就是母公司 从子公司 应纳税额中 应纳税额中 所间接负担的税额 因为母子是两个独立的法人呢 他不像总分结构 所以究竟母公司 在子公司的应纳税额中 所间接负担的税额 是怎么算出来的 这个时候 由于子到孙子那儿 已经不满足持股比例的要求了 所以只算他 子公司自己直接缴纳的税额 就没有间接负担的税额了 所以他实际上这道题就简化了 按理来说呢 如果到孙子公司那儿 持股比例也符合要求 这个公式就变了 变成了不光是子公司 自己直接缴纳的 还应该再加上子公司 从孙子公司那儿 间接负担的税额 就得加这一块了 但由于持股比例不符合要求 所以就没有这一部分了 好了吗 好了 看完了 最后算 居民企业来自于子公司 他的抵免现额是多少 他真正的负担的税额 我们已经算出来了 那么究竟可以抵的呢 那不就是算抵免现额吗 来自于A国的抵免现额 是拿他的税前所得 减去他自己缴纳的税额之后的 百分之五十 然后再加上九十六万 这就是他境外的真正所得 然后用这所得乘以我们的法定税率 百分之二十五 算出来的就是应该交纳的一百二十五万 看出来了 再后第六部 算假企业居民企业 也就是母公司 来自于从子公司那实际可抵的 那你境外真正缴纳的税额 是你的间接负担的 再加上 实际按照持股比例 应该代扣代缴的 最后你实际 应该抵免的现额是一百二十五万 尽管你在境外真正负担的税额 是一百三十六点四万 已经大于抵免现额了 看见了吗 所以既然大 所以意味着你多交税了 所以抵的时只能抵到现额为止 只能抵到一百二十五万 多交的部分 留待以后五年慢慢去抵扣去 这就OK了 这就是2016年的一道题 所以他这道题 其实最关键就是考大家什么 考的是那个持股比例 持股比例 哪一点地方 就是来自于在境外 间接负担的税额怎么算 你那直接负担的税额很好算 所以我们2016年这道题是简化了 都没有间接负担的税额了 只有直接负担的税额 你把它算出来就可以了 为什么 因为它不满足持股比例要求 只算你的母公司 从子公司这儿 间接负担的税额 间接负担的税额 知道吗 来自于下面孙子公司的 这个间接负担的税额 就不考虑了 因为你不符合持股比例的要求 所以这道题简化 就简到来自于从子公司这儿 间接负担的税额是多少 算出来 这是可以抵的 这一部分是可以抵免的 但是来自于从孙子公司这儿 间接抵免的 间接负担的税额 这个就不可以抵免了 所以它就简单了 而你从子公司这儿所间接负担的税额 是怎么算出来的 就是拿子公司自己实际 实际缴纳的所得税 再加上被预提带扣带缴纳的 预提所得税 看出来了吗 这个不就是子公司自己真正交的税额吗 在子公司整个这个自己交的税额中 按照您母公司的持股比例 母公司的持股比例 看吗 占到整个子公司的税后尽所得 我把这公式简化不就是这儿吗 所以来自于真正抵免的不就是这一部分 这就叫你来自于在子公司间接负担的税额 到底是负担了多少 不就是这么一块吗 OK好了 这就是两道立体 大家清楚这就可以了 总之来自于境外 间接负担的税额 大家能听懂多少 听懂多少 能会做多少 会做多少 我提醒大家地方 就是你必须把持股这个层数 跟它的比例 这个要求 大家必须得会了 作为一道问答题就行了 至于具体的计算 考的可能性不到30% 你就拿这两道立体大概能够看明白就可以了 最主要考核大家的还是这个持股比例 知道吗 所以最后总结一句话 你来自于在境外属于你自己直接负担的税 是直接就可以抵的 但是你来自于境外 间接负担的税 不一定能抵 必须抵要符合持股层数和比例的要求的情况下 才可以抵 如果能抵的情况下 那个间接负担的税额 那个公式 大家最好把它背下来 然后照片画虎 把它套进公式里去算就可以了 OK清楚了 好 这就是第四个知识点 要结合第四章的企业所得税 一起来看 进入第五 还是抵免的 有个税收饶让 这个反而我们要把它重点作为计算体 并不难 很简单 怎么抵还是这道理 主要有一个饶让的优惠 它有个优惠 大家把这定义看好 居民企业从一个跟我们国家签有协定的 这样的一个外国获得所得了 按照该外国的税法 已经享受了减免税的待遇了 而且这个减免税的数额 按照我们协定 市同为是在国外已经缴纳的税额 就是虽然免掉了你没交 但市为是交了 既然是市为交了 就把这个根本没交的这一部分 在整个的应纳税总额中就可以抵免 所以这一部分享受的减免税 是能够作为你在境外实际缴纳的税额 用来做抵免的 这话看懂了吗 好 这个税收饶让政策 就是比如说我来自于境外 本身应缴的税额 应纳的税额是200万 结果呢 按照税收协定境外的国家 给予了50万的减免 所以就导致在境外 10角的税额 实际是150万 但是只要是有税收饶让协定的 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应角的200万 作为抵免数 知道吗 你享受了已经减免的50万 视同为以纳了 视同为以纳了 所以照样可以在整个应纳税总额中 可以去抵免 这不就优点吗 你本来交了150万 但是看成是交了200万 你去享受抵免去 这就叫税收饶让 好了 这个定义大家看好 这个饶让的抵免 要区分于下列情况 按照协定定律来饶让抵免的 这个抵免的税额 就是按定律计算出的税额 称出它实际缴纳的税额 按照定律饶让的 就是按照人家所在国定律算出的税额 如果是按照协定列举一个国家的优惠额 给予抵免的 这时候就按照这个税法规定的税率算出的所得税额 超过实际缴的税额 所实际税收优惠额 就是我刚才说给你优惠了50万 但是呢 你应交的是200万 这个优惠额视为已经交的 好 两个点看看 凡是境外所得采用简易方法来计算抵免限额的 这不能适用饶让 适用的是定律的和给予一定优惠额的 取得的境外所得按照来源国的税法 不判定为是所在国应税所得 但按中国的税法 它算作应税所得的 这个不属于饶让的抵免范畴 也就是说你这个所得在境外根本人家就没争你税 但是在中国的税法说你这境外所得到中国来也必须得交税的 这个不能够算作饶让 该交税必须交 所以回到中国要全额按中国税法要交税 这没法抵 好了 这几点看看这就可以了 完了到这为止 整个的这个来自于境外所得税额的抵免就全部讲完了 所以这一块呢 可能对于有些学员来讲 可能听起来稍微困难一点 但是尽可能的把它理解了 因为我们联系几年考的概率都不是很高 大家基本把握好就行 最后简单的我给大家来总结一下 来自于居民企业 来自于境外已经缴纳的税额 它的抵免全称 那么来自于境外已经缴纳的这个税额抵免的时候 首先第一步可以抵免的这个税额 是指的两个部分 是境外来自于你在境外自己直接负担的税额 知道吗 也包括来自于你在境外所间接负担的税额 这是我们国家税法规定 允许你在境外你已经缴纳的税额 列入到可抵免的这个税额的范围 是来自于两块 来自于一你在境外直接你自己负担的税额 而你这个境外自己直接负担的税额 意味着包含着又包含两块 一块呢是来自于你境外的利润 直接乘以境外的税率计算缴纳的税额 也来自于第二个 由于你从境外什么分回股息时 所代扣的预体所得税 记住了吗 这都属于你居民企业在境外自己直接负担的税 来自于你境外直接获得的营业利润 直接在境外交的税 还有从境外的子公司分回股息的时候 所被代扣代缴的预体所得税 哪一点是在第二 来自于境外间接负担的这税额 这一定是指你从境外设的是子公司 我们的第一步 究竟来自于境外哪些个已经交的税额 可以抵 咱们先把这个抵的范围看好 有境外直接负担的 也有境外间接负担的税额 原则上都是列在可抵免的范围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究竟抵的时候还是有要求的 来自于在境外居民企业在境外 你直接负担的这个税额 那么在抵免的时候 抵免的时候 只有限额的限制 没有持股条件的限制 那就说只要是来自于居民企业 在境外自己直接负担的税额 是肯定能抵 肯定能抵 知道吗 但是抵多少是要有限额的 只是有限额的限制 但是来自于境外 只要是间接负担的税额 这个在抵的时候 抵免的时候 必须考虑第一 能不能抵 然后再考虑 能抵多少 所以多就多出这个能不能抵 必须抵要满足 持股 比例 要求 这就是难点 而你来自于境外直接负担的税额 是没有持股比例限制的 就是有一个抵多少的问题 但是居民企业在境外 间接负担的税额 能不能抵 必须先判断 然后才能再考虑 抵多少的问题 这是我们的第二步 看好了吗 所以我们的问答题 主要是在这个 持股比例的要求 来考核大家 符合不符合要求 这是第二步 能符合的 才能够进入到第三步 再来计算的是什么 究竟允许 抵免的 这个限额 按照我们国家的税法规定 究竟可以抵的限额是多少 这个限额原则上 就是拿你的境外的税前所得 直接乘以我们国家的法定税率 算出的应纳税额 就是允许可以抵免的限额 简化完之后就是这样的 在算这抵免限额时 可以分国别来计算 也可以不分国别去计算 都行 最后的第四步 大家记住了 才是真正实际 可抵的 境外 税额是多少 您就记住一个按熟低原则 您就知道抵哪过了 就OK了 这就是我们整个来自于境外 所以最难的地方是在哪 就是把那个 间接负担的税额 那个持股比例记住了 还有计算公式算记住了 这就OK了 就是来自于居民企业 境外 间接 负担的 税额 一定要记住两点 第一点 持股比例 如何计算 二 计算的公式 所谓间接抵免的税额 公式是怎么算出来的 务必把这两个点掌握好 这题就出来 整个的步骤 就什么一个步骤 好吗 好了 最后提醒大家 这一节内容 会多少 就会多少 不会就算 为什么 千万别使劲的在这一节较劲 知道吗 较了半天劲 看好吗 最后我们没考 我们从16年以后到现在 就从来没考过这一节 即使考 你就把文字性的东西 只要是能回答清楚了 就算完成任务 计算题不会就算了 好吗 好了 这就是整个的第三节 相当于重点 重点就是在计算上 只要把原理通了 应该就没什么问题 OK了 好了 好了 by bwd6